说真的我们好像也没有好好的介绍过ChatGPT 我们上次是做了一个 问他一个问题 然后假装你是智商不同程度的人 然后要回答 那他是什么东西 我来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试试看好了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为其读 什么例子呢 就是我自己现在有在接翻译的案子 就公共电视的那些剧集的翻译案 那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时候我会卡卡的 的确一定会卡 因为有些东西就不是中英文能够 这么顺畅的来把它从一个语言翻到另外一个语言去 那我上我昨天卡的一个地方就是 一个剧里面爸爸说儿子太瘦了 你三个好像狗 你瘦得跟猴子一样 爸爸这样子说他儿子 那我如果直接把它就翻成英文的话 Oh you're as skinny as a monkey 这当然不是说是错误的英文 可是就不到地 OK 不到地 当然人就可以想象猴子是瘦的 可是他们就不是有这么一个 这个口语上很常听到你说 拿猴子的瘦比做人 就是没有 所以虽然说能翻 可是不能翻成那样 因为翻成那样就会被人家诟病说 你这个是 Taiwanese English 所以我是收人家钱的翻译 我不能够这么不负责 所以我心里面就想着靠北 那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去把 就是说人家很瘦这件事情 来好好的用英语呈现出来 那我如果去Google这件事 一定Google不出东西来 可是我去这个ChatGPT就找到了 我怎么找的呢 然后马上给同学看 我找的方式是我问他有个问题 而我问的问题就是 所以说这个ChatGPT 你要会用的一个条件 是你至少要能够问对问题 你不能说这很好用 他一定能够帮到我 结果我要问他什么 我不知道 或者你问的问题不够精准 他也不会给你好的答案 所以我也跟他练习了一下下 我才大概知道 怎么去phrase我的问题 能够得到最棒的解答 所以我问他就问直接 What animal do people use to compare to skinny people 我问的就这么 算是还比较精准的问题 什么动物人们会拿来跟兽子做比较 人们用什么动物拿来去比兽子 比兽的人 所以他给我的回答就很好 而且他甚至有超越我本来想象的答案 因为我本来以为真的一定是一个动物 我们英文不用猴子比 可能用别的东西比 就不是 他是给我的答案是 People often compare skinny people to a stick or a toothpick as a figure of speech to describe your thin appearance 太棒了 所以人们会说 skinny people你就瘦得跟棍子一样 stick 中文也有嘛 瘦得跟竹竿一样 或者瘦得跟牙签一样 所以这个就ring the bell 在我脑中是有这个资讯的 只是我没有那么容易把它retrieve出来 所以他能够提醒我一下 对哦 这我看过 所以他就我跟我一个朋友 我朋友是做高科技的 我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 或许他现在就这个chat GPT 或者我们去讲AI 他可能还不到能够取代人类 可是他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生产力工具 我好同意 非常同意 所以我用Google的频率 跟用chat GPT的频率 大概还是一半一半 或许Google多一点 可是我在Google遇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在chat GPT能够解决得了 往往了不能说一定 但是常常能解决得了 所以好 所以这就是chat GPT 大概有概念了 所以总之他是很厉害的 能够用回答的方式来 来回答一个 而不是给你一大堆连结 然后你再去消化连结 来找你想要的答案 不是 他直接给 像是一个人回答你问题一样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回答你问题一样 这样子 很棒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报道 接下来说些什么东西 今天要看的这个报道 其实是Google 他生出了一个 chat GPT的一个竞争对手了 他叫做Bard 你如果对这个东西不够熟 你可能会想说 什么竞争对手 chat GPT不是也是Google的吗 No chat GPT据我了解 其实是Microsoft 是微软的 所以微软现在很想要把 这个chat GPT 看看能不能融进 他们的搜寻引擎 就是BING B-I-N-G 这个烂透了的BING OK 从来没有人会用的 大家都只用Google 一家独大 那但是BING也已经存在很久了 如果你没听过 那表示他真的太失败了 那我是一直知道BING 只是我也没在用 那他们希望如果合在一起 BING的使用率就可以大 大大的提升 一定会 我相信会的 那但是Google说 我们怎么能够挨打呢 所以他们生出了 他们自己的一个AI的版本 叫做Bard 那Bard这个字 其实是一个名词 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名词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以前在打电动的时候 我今天的标题就是Bard 那Bard是什么意思 我们玩角色扮演游戏 有一种角色叫做 引游诗人 我这样讲的大家懂 那引游诗人的英文 就叫做Bard 我觉得这个 这个品牌 真的还取名字取得不错 Bard 怎么说取得不错 引游诗人 会生产东西 会念诗 会唱歌 会什么的 所以AI现在能做的事情 真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So it's a pretty good name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 另外一些比较重点 所以这个Bard 它其实是建在一个东西的基础上 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Lambda 我们介绍过 这Lambda就是曾经有一个前Google的工程师觉得 他一定是人 他已经有知觉了 他觉得他在跟他练习对话的时候 他深刻的感觉到这个Lambda 根本就是一个sentient being 所以这个我们这边看 humanlike 所以他描述他 Described it as being so humanlike in its response that he believed it was sentient 所以sentient或 sentient 我们那时候讲这个字 特别讲 很重点 就是他是能够去感受东西 他有直觉 跟conscious还是不太一样 conscious是昏迷的相反 OK 那sentient是能够感受东西的 他能感受你现在是悲伤的 你现在是快乐的 他能跟你同喜同悲 sentient 或者sentient 我重复两个发音好几次 好anyway 所以要相信曾经有工程师觉得 这个东西是活物啊 这样子 最好是啦 然后呢 来我们现在往下看 看一个这个蛮重要的字 这个Bard 他希望能够来去结合这个东西 跟另外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 所以Bard seeks 寻求 to combine the breadth of the world's knowledge with the power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of our large language models 所以这边这样子 所以他试着来combine combine什么呢 世界上这个知识的这个广度 跟他们的这一些语言模组的创意啦 或者资讯啦 或者他的力量 所以希望把这两个东西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刚看到世界上知识的广度 所以广这个字 我们一般可能说 broad wide 都是广 男生肩膀非常宽大 肩膀宽大 听起来像是 心胸狭窄的相反 不是喔 我讲的就是可能肩膀真的很厚之类的 所以这个家伙肩练的不错 delte练的不错 shoulder练的不错 the guy has broad shoulders broad shoulders 可以broad 去国外旅游 增广见闻 broaden you broaden your horizons 常听到这个高中就在学的一个片语 所以broad这个字 我这里整理了一系列的 长宽高啊这些的 宽这个字 broad 那动词broaden 加en ok 我这里有点放错 没有没有 有我放错了 shit 好我这边一边讲一边的整理 重新整理一下下 所以broad的是形容词 我们刚刚讲肩膀很宽 broad shoulders right 那把东西弄宽叫broaden 所以动词加en 是很多这一类的词的一种固定变化 动词加en做结尾 所以broad形容词broaden动词 那它的名词变得非常的奇怪 一般名词可能我们常看到 加ness做结尾 例如happy变成happiness 不对 它这里的名词变成是面包加一个th 这个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sobroad形容词broaden动词breath 是它的名词 所以世界知识的广度 the breath of the world's knowledge 大家听懂了 OK 那下面也走一走 讲到宽这个词 除了broad 还可以用wide 对不对 所以很久以前 湯姆克罗斯 跟他前妻 尼可基曼演过一部片叫大开眼界 eyes wide shot 所以wide就是宽广之类的 那它的动词叫widen 所以我应该把它搬动一下下 对不起放到后面来widen 所以也是en做结尾当动词 那它的名词跟breath 跟刚刚的breath 有那么一点像 它也是th结尾 只是它发音就不是wide 是width ok width so wide width widen 这样子 那讲了长宽高的那个宽 那我们现在讲长 长的形容词叫long 例如说我们现在常说 那得了一个covid 结果covid有一些 慢慢后续一直没好的症状 我们现在叫它长新冠 对不对 那英文一样 我们就叫它longcovid yeah 所以long形容词 那长度的名词叫length 那这个g的一个音 我都会听到外国人发 我知道我们台湾学英文 多半ng结尾的g是不发音的 像ing的g就不发音 可是我们会听到外国人回忆 轻轻的带一点点 所以再一次长叫long 形容词length 那它的动词就是lengthen ok lengthen 我刚刚讲反了应该是 形容词才是long 然后名词是length ok length 你看我的g听起来蛮明显的 long length lengthen ok lengthen 好所以length是名词 lengthen是动词 那再来长宽高 高的形容词是high 应该没问题 right that's the highlight of my life highlight好像是一个名词 对不起 所以high是形容词来种植是 I don't know the building is high the high building 可以 所以high是形容词 那名词叫height height 在他的失业高峰期 他曾经是某个公司的董事长 so at the height of his career 所以在他的career职业的height 高度 at the height of his career height可以当成一个高度的顶点之类的 动词一样是en做结尾 heightened heightened 所以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我们叫它heightened tension heighteneden之后还要加个ed 因为它是被升高了的局势 heightened tension 没问题 所以长官高讲完了 可以多讲一些 像例如说粗 粗细的粗 所以thick应该没问题 那名词呢 thickness thickness 那他的动词结尾 一样是en t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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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们从上到下 每一个字的动词结尾 都是en 一个例外都没有 一个例外都没有 broaden widen lengthen heightened thicken 这样子 我刚heightened 停了一下 因为我又想到另外一个collocation 我们说有些药吃下去之后 你会突然间你的知觉会提高 像尤其是我们讲很多那种娱乐性的用药 刻下去之后 你会觉得你的感官都放大了 heightened 一样heightened 对不对 ok 所以heightened senses ok 所以你的senses变得升高了 heightened senses ok 好 所以thickness thicken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讲的是hard 那hard有两个翻译 一个是in 一个是困难 对不对 坚硬跟困难 那他的名词就的确变成有两个 因为一个是坚硬的名词 一个是困难的名词 所以坚硬就是hardness 那困难就是hardship ok 好 这知道就好了 这个其实我们都讲过 这个我不知道在若干集 可能好几百集以前整理过 可能那次整理的笔线还多 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相信我就是你遇见的次数多 你就会把它内滑进去了 那他的动词叫做harden harden 就是NBA球员James Harden的信 就是这个字一模一样 好了anyway 好我们用这个breath这个字 介绍了这么一大堆东西 或者我们说我们用bar的这个 今天的标题 来顺便偷渡了一些词汇的介绍 来继续往下看 那这边看到一个不错的字 所以我们刚说他就bar的嘛 那引游诗人他能干嘛 他能做的事很多 包括什么东西呢 他能帮你生成演讲稿 it can generate speeches songs 帮你生出歌曲 帮你生出一种东西叫做marketing copy 什么东西呢 marketing copy 我们把它翻译成行销文案 文案这里面没有任何文这个字啊 copy就是 所以写文案的人我们叫他copywriter ok you write copies 所以copywriter marketing copy就是翻译成文案 行销的文案 所以他能帮你生成行销文案 生成新闻报导 news articles 以及生成学生的作文 student essays 所以现在他们想要很努力的去反制这个可能性 不要让学生用chat gpt 来伸出作文交给老师 因为如果是抓不到的话就很惨 真的 好我们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最后讲一个就是 我们其实必须要能够认知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迟早不会是免费的 因为现在大家在使用 你每用一次他都会花到 Microsoft或者Google一些些的钱 因为你使用他 他就是会用到 computation的 用到他的计算能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有成本的 所以我把这一段读给你听好了 因为我马上今天没有读整段整段的英文 it is currently free for people to use 没错 目前免费 although it costs the firm a few pennies each time somebody does 所以虽然说他每一次有人使用 都会花这个公司一些penny penny就是百分之一块 他连我们的一块钱都不到 花他几个penny这样子 那可是累积起来量很大 就是会花他很多钱嘛 so OpenAI recently announced a subscription tier to complement free access 所以OpenAI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ChatGPT 他最近已经宣布有一个订阅制 所以它是一个不同高度的东西 免费在最低 你愿意付一点钱 你的层次就比较高 所以那个层次 我们常看到的一个字 就是tier这个字 T-I-E-R OK T-I-E-R 不见得要用level这个字 用tier这个字是很OK的 所以他有一个subscription tier 这样 那顺便讲另外一个概念 好了 就是网路上很多东西 像我看这种内容 例如说我的频道是免费的 那很多人就会把它弄成是一个什么 就是会员制或之类的 我们称这个东西 这个概念叫做 我设定了一个 一个需要付钱的一个墙 墙 那你付了钱才能在看到墙后的东西 墙外的东西是免费的 这样 所以我们称那个东西叫paywall paywall 这样子 那同学可以放心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想要把我的英文课弄成是需要付钱的 我就是要免费给大家看 这是我回馈社会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好 所以不用担心 所以我也不会有 会有影片 我不是说这个观点不好 因为太多人在做了 我也没有要去boycott他们 但是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做着好玩的事情 那我不想要收钱 所以希望大家享受这个内容 然后帮我推广出去 我希望能够帮到越多人越好 这是我的goal OK 好我们这一集大概讲到这里也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